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索赔要20万 警方也已经展开了调查 新郎新娘还有这个劝酒的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几年呢 在婚礼上劝酒丧命的悲剧啊 那从来就没有断过 你比如浙江有这么一名新郎官啊 因为挡不住亲友的灌酒啊 是大罪啊 另外呢 倾倒一名男子啊 为了给伴郎灌酒 他要灌这个伴郎 结果呢 把自己的性命给灌丢了 很多人都认为啊 在婚礼上劝劝酒 把别人灌倒 灌饭 那是一种风俗文化 否则的话呢 就显得这婚啊 哎呦 不热情 不热闹 其实啊 这哪是什么风俗啊 简直就是恶俗 你看 圈酒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 说感情声一口闷 感情浅 舔一舔 你不喝 哎 就是不给我面子 你不喝 你就是看不起我 很多人就是由于抹不开这面子 就只好拿命来喝 其实啊 完全没必要 说这种话的人 首先就没有给你面子 你何必给他面子呢 据说啊 梁朝伟有一次这个参加婚礼 就遇到别人要这样劝酒 他就高冷的回来去 我干嘛要跟你喝酒啊 婚礼上除了劝酒 还有很多别的花招 你比如 今年四月的时候 柳妍参加鲍贝尔的婚礼 作为伴娘啊 哎呦 差点被扔下水里了 这还不算呢 还有更过分的 说在山东泰安 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也是当伴娘 结果呢 被那闹婚的人啊 扒光了衣服 随后呢 这姑娘报警了 这六名男子因为一些妇女被判了刑 这说的都是闹伴娘 还有到别的呢 还有直接闹新娘的 你比如在山东滕州婚礼的当天 说新娘子刚下婚车就被迎亲的几个伴郎啊围住了 在这西道当中呢 哎 把这个新娘子呢扔到了半空 结果呢 没接住 于是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这新娘子当场后脑勺凿地啊 是昏迷不醒 好好的一场婚礼就被他们几个给闹没了 说闹伴娘闹新娘 当然还要闹一闹新郎 你比如有些地方啊 在婚礼的当天 那是逼着你新郎官呢 哎呦 要脱去长库 下身呢 围上好几圈的这个卫生纸 然后直接用打火机给你点着了 顿时是火光四射呀 你看这新郎那慌乱出丑的样子啊 周围的人就起哄哦 大笑哦 除此以外 还有更过分的啊 说一位新郎被人用胶带呀 捆绑在马路边的树上 那脸上呢 涂满牙膏 哎呦 那屁股上还燃放鞭炮呢 你看看 这简直就是严刑拷大 闹完了新郎他还要闹 闹谁呢 闹新郎的父母 我们来看这个图 你看看 新郎坐在婚车上 用粗麻绳拴着父母在那游街呢 这父亲是赤我上身 画满了乌龟 咱都说儿女成婚 那是父母最高兴的事 但您瞧瞧这表情 有一点点高兴开心的样子吗 更多的那是无奈和尴尬 对于闹婚的习俗 有专家就说了 古时候啊 为了增添这个喜庆 就为新人的要送祝福 他们是怎么闹婚的呢 当然不是劝酒 而是呢 迎师作对 你比如 北宋秦少游 他迎娶苏小妹的时候啊 就被这个对联给难倒了 我们都知道啊 苏小妹那是苏东坡的妹妹 那是一位才女啊 话说这新郎官秦少游 正准备兴冲冲的进入洞房 这苏小妹啊 突然把这个门给关上了 并随口迎出上帘 双手推出门前一跃 要是新郎呢 你对出了下帘 才能够进洞房呢 这可击坏了新郎官呢啊 哎呦 敏思苦想了好半天 迟迟是进不了这个门 这个时候啊 大舅子苏东坡 来了一个神助攻 捡起一块石头呢 就向水池里扔过去 这秦少游灵光一现 立马迎出了下帘 一时惊破水中天 古人闹婚不仅考验这个才华 人家也营造一些个情绪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闹啊 这个闹婚呢 主要就是玩新奇 突个热闹 很多这个低俗的节目 是粉末登场 对此有专家就说了 如果闹婚的时候 强迫做一些个不雅动作 侵害到人格尊严 应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要我说 现在这个闹婚呢 都已经接近于闹剧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支付宝提现收费 前不久 这个支付宝官方啊 发布公告 说从10月12号起 这个支付宝啊 将对个人用户超出免费额度的提现 要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这个免费额度呢 是两万啊 超过这个额度之后 按提现金额的0.1% 来收取这个服务费 哎呀 这个公告一出来 大家就议论纷纷啊 哎呦 还记得几个月前 这个微信提现收费的时候 这支付宝可是第一时间出来回应 说俺们支付宝提现是免费的 结果呢 有点言而无信吧 有人就说了 这简直就是啪啪打脸呢 对此呢 支付宝就进行了解释 说俺们理解你的失望 但确实经营困难啊 只好通过提现收费来减轻成本压力 这几年对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服务收费啊 其实大家伙呢 也已经不再这个陌生了啊 你看啊 网上听歌收费啊 网上看电影收费 网上知识问答收费 有专家就说了 互联网平台适度收费 那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 倒主要是靠免费来吸引用户要抢占地盘 现在呢 已经到了成熟期了 这企业之间的这个厮杀呀 如果再靠免费 那就显得不够聪明 那靠什么呢 靠适度收费 弥补亏损 同时呢 可以提高服务质量 你比如 有一家互联网音乐平台 它有着上千万的付费的这个用户 得掏钱的哈 大家呀 也都愿意为高品质的音乐啊 来买单 另外呢 还有一家互联网的影视平台 人家有超过两千万的付费的用户 得掏钱的 大家也都愿意花钱 去掉那些个广告 以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 对于这个支付宝 提现收费 专家认为 咱大家呀 没必要太担心 那首先 使用支付宝 你进行消费呀 理财呀 还这个信用卡呀 仍然是免费的 用户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小 另外 在一个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当中 收费价格 那肯定是趋于合理的 为什么呢 只要用户不满意 哎呦 你完全可以卸载支付宝啊 要知道啊 现在大多数的银行啊 也都能够用手机 进行这个跨行转照了 我们都说哈 一分钱 一分货啊 既然支付宝 提现要收费 那服务相应的 肯定也要提挡升级呀 前不久 汉阳高空抛物导致女婴伤残案 二审宣判了 这八十多名住户啊 被判联合补偿女婴 三十六万 注意哈 是补偿三十六万 而不是赔偿 这么一起高空抛物案 折腾到现在 有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 2014年11月 出生才四十来天的 这个女婴啊 被奶奶抱着 在这个小区啊 晒太阳 突然被高空飞下的 水泥石块 砸中了头部 经抢救 女婴倒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留下了脑萎缩 肢体偏瘫等 严重的后遗症 竟鉴定啊 这属于七级伤残 因为没有找到的具体的造势者 这女婴的父母呢 就将楼上所有的住户啊 全部都告上了法庭 现在这二审宣判 意味着这起案件 有了最终的说法 二审了吧 也许那些个住户啊 认为高空抛物 只能是某一个人干的 那不可能是咱整栋楼 所有住户做的呀 所以呢 要大家集体都出钱 感觉像是吃了这个冤枉官司 有点算是这个连坐 不公平 但法律专家就说了 这么一个判决啊 恰恰是公平的表现 侵权责任法就规定 高空抛物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由楼上住户集体补偿 除非你能够证明 你自己没有责任 比如证明当时家里确实没有人 这样的一个立法呀 就是为了保护受伤者 保护落者 高空抛物被称为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啊 是城市安全的一个巨大隐患 每一个市民都有可能成为那潜在的受害者 在这么一起案件当中 这楼上的住户 其实也要从一楼走过呀 也有可能会遭遇到高空抛物啊 所以呢 对个案受害者的特殊保护 其实也是对其他可能受害者的特殊保护 当然了 对于高空抛物 还是要严惩的具体的造势者啊 否则的话呀 他抛他的责任呢 大家分摊 这就难以起到一个震慑作用 其实呢 高空抛物难以抓到这个造势者呀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监控设备呀 太少了 你看很多小区 只有那么几个射箱头 有的呢 还可能是坏的 那纯粹是摆设 相比之下 其他地方对于这个治理高空抛物的措施呢 是值得咱们来借鉴 你比如这个新加坡 他为了保证对高空抛物 这个行为呀 能够惩治取证 新加坡呢 他的环保署 在全国是安装了700多个摄像头 鼓励市民发现高空抛物 要果断的报警 除此之外 对于高空抛物 如果造成路人伤亡的 除了民事赔偿 还要按照刑法另行处置 在比如香港啊 为了保证对高空抛物的取证 香港防务署啊 从1998年开始啊 人家就部署了固定高空抛物监察系统 还有流动监察系统 它可以自动来识别坠落物体 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特别植物队 就是专门巡查高空抛物 要我说 对于高空抛物 那就得要天网恢恢 让它无所遁寻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细一期的 看天下文章标题是 我们欠残奥会一个应有的关注 还有两天 领约残奥会呢 就要结束了 残奥会跟奥运会啊 不太一样 他没有老公没有女生 没有洪荒之力啊 以至于呢 他都快要结束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已经开始了 虽然没怎么受关注 不过残奥会上的感动 那是无处不在啊 奇迹呢 时时发生 你比如 在田径男子 1500米势力障碍 T13级的比赛当中 前四名选手 那个成绩啊 都已经超过了 李约奥运会上的 真正的夺冠成绩 也就是说 这前四名选手啊 都应该被颁发 奥运会的金牌 残奥会的乒乓球赛场啊 那依旧是精彩连连 有用脚发球 用嘴打球的爱奇选手 伊布拉辛哈密图 他说呀 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用嘴打乒乓球的运动员 我很自豪 还有荷兰选手凯利啊 纵身一跃 那是打出了一个海底捞跃啊 不但把对手给惊呆了 也把观众啊 给吓蒙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啊 这还真是 球不落地 永不放弃啊 咱们的奥运冠军 马龙和丁宁 都纷纷为他们叫好 马龙说 这样的球 我也打不出来啊 这一届残奥会 我们共派出了 308名运动员 是历届残奥会当中 人数最多的一届 也取得了 让人骄傲的成绩 在男子50米蝶泳 S6级比赛当中 三位中国选手 包揽前三名啊 冠军徐庆啊 没有双臂 为了备战 比赛呢 每天要游一万米 还有单腿骑士 自行车冠军 梁桂华 一靠耳朵 听英 来踢球的 中国盲人足球队 等等 每一个 那都是一段传奇啊 赛场上不只有悲情 还有他们的专业 他们的体育精神 有运动员就说了 我们是不行 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行 你以为我们能做的 不过如此 不 我们能做的 不止如此 好 接下来进入到 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浙江理工大学新食堂 成了新进网红 与传统的食堂窗口不同 人家呀 按照当下流行的工业风来设计 黑色墙壁 配搭卵色吊灯 鸟龙雅座 与屋顶的不锈钢 海鸥是腰香乌硬 整体感觉呢 时尚前卫 颜值爆棚 最关键呢 食堂的菜品种啊 这个种类是非常的丰富 韩式料理 铁板烧烤 港式茶餐 还有好吃又不贵呀 大家是纷纷感叹 别人家的食堂 那是名副其实的 秀色可参与 这哥们为了满足女朋友的 钻石梦 是用玻璃啤酒瓶 手工制作 你看啊 打磨 抛光 镶嵌 这手艺啊 给满份 钻石虽假 爱意是真 游客到日本游玩 与当地一头小鹿合影 有趣的是 小鹿的表情相当到位 瞧他那小眼神 好像说 不给吃的 就像和本宝宝拍照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给你一个 比仪的眼神 吴格莱舞包胎宝宝拍写真 看见没有 这就叫同款 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咱们来说一说 看脸色神器 最近啊 四川大学一位老师呢 又火了 为什么说又呢 原因啊 咱们暂时呢 那个关子 先说说 他这一次为啥会火 就是因为照片里这个 他的新发明 全称叫 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行为 分析模型 挺复杂的 按学生们的说法呀 那就叫看脸色神器 这个神器到底神在哪里呢 他能通过分析一段视频里的人像啊 来判断这个人当时的情绪状况 据说 这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会全程录制视频 把学生整堂课的情况啊 都拍下来 等下课之后呢 就用这个看脸色神器来分析一遍 有些学生啊 一眼看过去呢 好像哎呦 都是一本正经 坐在那听课 可用这个神器再一分析啊 哪个学生是在认真听讲 哪个学生是在发呆走声 那立马就能判断出来 看来啊 学生以后上他的课啊 都不敢轻易开小差了 逃得过老师的眼睛 你逃不过神器的火眼晶晶啊 不过呢 他发明这个神器呢 可不是为了监督学生上课走声的哈 而是通过看学生上课时的脸色 来统计大家 什么时候最活跃 什么时候积极性最高 什么时候大批量的走声 什么时候不愿意互动 然后呢 根据分析的结果 来调整他讲课的节奏 您瞧瞧 真是一位良心好老师啊 咱们之前还说过 他这一次呢 是又火了 因为之前呢 他也有过一个同样厉害的发明 叫刷脸打卡的神器 上课前签到用的啊 和这个看脸色神器一样 人家刷脸可不光是为了考情啊 而是要研究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 通过统计 谁经常坐哪一个位置 和谁谁谁坐一块 来分析这学生的性格 甚至呢 还能大致画出这么一张 全班同学的关系图 瞧见没有 上课看学生脸色 这老师啊 很走心 9月中旬了 孩子们现在呢 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呢 但是江苏连云港新华小学 有上百名的学生 却只能待在活动板房里上课 而这一待就是三年 这怎么回事呢 2013年学校被拆 之后呢 因为行政区化调整过于频繁 就导致这学校迟迟都没有重建 那怎么一个频繁啊 我来跟大家说说啊 这小学所在的街道啊 叫花果山 这个街道 花果山啊 2012年画给了新海新区 不久呢 又画给了新浦区 紧接着呢 2015年初又再调整到海州区 还没过半年 又被并入到了高新区 那简直是走马灯似的 换婆婆 这婆婆一多呀 太急 就打了起来啊 你像高新区就说了啊 这行政区域是划过来了 但教育管理还在原来那个区 咱们不好办事啊 这海州区教育部门又说 我们怎么能在人家高新区的地盘上 决定建不建学校呢 不合适啊 你看这还真是啊 公说公有理 也是婆说婆有理啊 因为城市发展而调整行政区化 咱是可以理解 但这样三年换四次 似乎有点太随意了 这屁股还没有做热 就要挪地方 哪里顾得上你学校重建 什么一种百年大计呢 最近啊 美美和斗森 分手的新闻是铺田盖地 这爱情还真像是龙卷风 来得快 走得也快 他们一分手啊 那双方的粉丝都恨不得放鞭炮庆祝 纷纷是转发新闻啊 美美斗森 那有人就说了 那真是感谢那些粉丝 给他俩起了这么简短又独特的中文名啊 否则啊 咱看到的新闻标题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叫泰勒斯维夫特和汤姆希特勒斯顿宣布分手 哎呦 太啰嗦了啊 咱们很多的中国粉丝啊 特别喜欢的给外国明星啊 起中文的外号啊 咱叫的呢 倒是挺顺口的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哎 你比如啊 这个泰勒的长相是典型的美国甜心啊 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美女 这个梅和那个美呀 同音 再加上每一次泰勒 要冲击这个著名的公告牌榜单冠军的时候呢 都会出一些个幺蛾子 到最后啊 都只能是哎呦 功亏一篑 屈屈第二 粉丝们就觉得哎呦 他也是够倒霉的 就直接哎把这个梅梅的称号呢 送给了他 斗森呢 他的这个姓啊 是希德勒斯顿啊 你读快一点 希德勒斯顿啊 就称斗森了啊 这名字呢 也真是随意哈 跟他同样的名运的呢 还有希尔多啊 人家这个演员的原名啊 叫吉姆帕森斯 在生活大爆炸当中 饰演的角色的名字呢 也是叫希尔顿库炮啊 希尔顿 希尔顿 读起来跟希尔多 差不多 得 那就希尔多 还有的呢 就因为造型 得了一个名 你像凯蒂佩里 粉丝们都喜欢叫他水果姐 因为他特别喜欢穿这个水果的演出服 他曾经说啊 自己喜欢吃水果 也喜欢种水果 全是水果 那叫他水果姐啊 一点都不冤 有水果姐 那还有大表姐呢 啊 詹尼夫 劳伦斯 咱一听 这外号跟人家本人真是没半点关系 啊 说是几年前的奥斯卡揭晓之前啊 他的中国粉丝啊 开玩笑说 说詹尼夫啊 那就是影后 还说 我们不是瞎说的 我们是从这个这个奥斯卡评审团工作的这个表姐那里啊 真正听到的啊 还有网友呢 干脆就宣称詹尼夫就是他的大表姐 这么一个魂号呢 就流传开来啊 现在啊 詹尼夫呢 成了大家伙的大表姐 给外国明星起中文外号 估计粉丝起名的时候 没走心 也没走胜 是跟着感觉走了 不过呢 每一个外号的背后 那也是一个死忠粉的告白呀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告诉你心中的话 面对面 看着你的眼睛 不再追寻你的背影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啊 第一个瑞茨 看牙恐惧症啊 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症状啊 只要走进牙科 看到牙医 就像在街头遭遇到暗恋多年的笑话 心跳加快 血压异常 肌肉紧张 还不停的冒汗 严重的呢 直接晕卷 据统计 说在美国 有四分之三的人 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这个 看牙恐惧症 有的是往这个牙台上 那么一躺啊 就像上了刑场一样 有的呢 甚至连牙医诊所的门都不敢进啊 非得等到牙瘾肿了 牙疼得要命了 才肯生了硬拽的进去 其实啊 很多人之所以会这么害怕这个看牙呀 一方面是因为觉得致牙很疼啊 光看那些个小钻头 小镊子就要晕过去 另外一方面呢 则是对牙科里的那个声音 那个气味啊 有点过敏 多半是曾经有过痛苦的致牙经历 一听到一闻到 那就双腿发暖 这就容易导致这个恶性循环啊 因为害怕看牙病 就一直拖延着不去看 等到小毛病变成了大问题 又必须要接受那痛苦的牙科治疗 以后就更害怕看牙 所以现在呀 不少牙科医生呢 都在想方设法 把这个牙科诊所呀 弄的是很温馨 把这个牙医的医生自己呢 变得是和蔼可亲 尽量的减少患者的这个恐惧症 看牙恐惧症 牙疼不是病 看牙更要病啊 下一个瑞茨 心灵马汤啊 这说的是最近热播的一部动画片 叫马南伯杰克啊 主角伯杰克呢 是一匹马啊 年轻的时候 因为一部电视剧呢 红遍了大江南北 但之后因为种种原因 这事业是一路走下坡路啊 成了一个过气明星 每天都卧在自己的大别墅里 抽烟酗酒 报饮报食 唯一的爱好 就是一遍一遍 又看自己成名作的DVD 来逃避失败的现实 虽然这个马南的生活过得 是一塌糊涂 但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那些杀不死你的 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咱们这个马先生啊 在生活的摧残下呀 变成了一位强大的断子手啊 那叫一个出口成金啊 句句是金啊 你比如这个啊 前女友打电话和他说 我只想和你说一声 我没事 他呢 回一句 只有有事的时候 才会说自己没事呢 对于这个讨厌的人 他是这么说的 人生苦短 何必留愁 您瞧瞧 既不拒绝都戳人心窝呀 到腿丧中 又带着几分希望 让人直呼是心灵痞霜 其实啊 这马南呢 之所以会走红 是因为人们在他的身上 看到了很多平常不敢流露出来的真实 那就是腿废宅丧 没啥大不了的 走远路 做本事 可能会很慢 但只要你出发了 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最后呢 总能到达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在你努力的过程中 每天都会更好一点点 瞧见没有 心灵马汤 比鸡汤 更劲道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多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天的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